在这段时间里 似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的推文 这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些是总统的官方声明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却认为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今天我们不打算来讨论 特朗普的政策 也不打算把他看作是一位总统 而是来看一下 不刚为电视团队花费时间找到的 唐纳德·特朗普的最好的推文 首先让我们从特朗普庆祝 墨西哥5月5号的节日开始吧 他发布了带有 墨西哥5月5号节日标签的推文 内容是特朗普大厦烧烤餐厅 有最好吃的卷饼弯 我爱拉美吉 但是如果你真的爱拉美吉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墨西哥人呢 他们携带毒品犯罪 他们是强奸犯 有些我认为是好人 应该没有人会忘记那个时候 特朗普表示 他把与科米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录音 他说在向新闻界泄密之前 詹姆斯科米肯定更希望我们之间的这段对话没有被录音 之后他又改变了说法 对于最近报道的电子监控 监听 爆料 以及非法的信息泄露 我毫不知情 无论我与詹姆斯科米谈话的录音是否存在 都与我无关 而我并没有录音 手里也没有录音带 有的时候很难可以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说可以跟上特朗普的主题 当然我们还看到了 有关他声称奥巴马对他进行监听的推文 太可怕了 刚刚才发现奥巴马窃听了我在特朗普大厦的电话 就在大选胜利之前 他们没有任何发现 这是麦卡锡主义 特朗普在这件事上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英国情报机构也遭到了指责 但是随后所有的报道都过时了 直到詹姆斯科米站出来说 关于总统指责 他在大选之前被调查局局长监听的推文 我并没有任何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 我们仔细调查了联邦调查局内部 司法部也要求我与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结果 我给司法部也是一样的答案 我们整个部门都没有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 我觉得在确认实际情况之前 我们的说法是错误的 特朗普在总统任职期间 在推特上的表现十分活跃 但实际上 他与推特之间的联系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在入驻白宫之前 他就已经向全世界带来了很多的黄金推文 他在2014年的推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每一次谈起喷子和失败者的时候 都会抱以极大的爱和感情 但是他们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出身 就是失败的事实 是的 特朗普 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 无论如何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关于特朗普回应 喷子和失败者的第二个推文 不好意思 失败者和喷子 我的智商是顶级的 你们应该要知道 请不要觉得愚蠢和缺乏安全感 这不是你们的错 我觉得我们无法做到都像特朗普那样聪明 很难从所有的推文当中选出最好的一篇 他还和疫苗和自闭症联系到了一起 还说到给婴儿和给马都是一样的 还要求奥巴马提供真实的出身证明 尽管这些都是美国总统的高品质推文 但是没有一篇能够代表他自己发明的话 尽管不断地出现负面新闻 康菲菲 是的 谁能忘记康菲菲这个词呢 在那个星期的新闻头条当中 到处都是这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可以保持这么久的热度呢 应该要怎么读呢 我想我们此等凡人只能靠猜了 好的 以上就是杜高斯贝电视为大家筛选的 来自于美国总统的精彩推文 我们也想知道哪些是您感兴趣的 我们都列举出来了吗 还是说错过了一些精彩推文 请在底部的评论栏里告诉我们答案吧